马上就要迎接农历春节了 想要招财开运 当然银行业者也推出了许多的招财小物 其中一个就是发财水跟发财金了 当然各大银行都推出了不同评数 当然这个数字都非常的吉利 都是用8来结尾 或者是用6来开头等等的 那么这个发财水拿到之后 千万不要一口气马上把它干掉 想说这样子可以一次发大财 其实专家民俗老师就说了 这个发财水你拿到要先分成三等份 因为他说人有正财偏财跟未来财 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工作上的薪水 能够大大的有斩进的话 放在西北方 如果你希望有偏财运 或者是说有其他的投资的话 可以放在东北方 尤其是股市投资会比较顺利 还有未来财讲的就是有一些买卖 或者是跟业务有相关联系 可以放在西南方 那么如果你是上班族 或者是说这个老板的办公桌 这个发财水是可以放在左边 然后放这个浓位 但是怎么分 然后怎么放 还有怎么喝 我们来看看老师怎么说 迎接金属年 银行业者也是花招百出 平安门祈福灯都不够看了 我手上的这瓶矿泉水 可是躺在金库14天 习足慢慢采气 发财水象征招财招好运 一旁还有金色小老鼠送上金元宝 这些发财小物不只住过金库 还有财神庙加持 但怎么摆可是大学问 进门的45度角黄金招财位 就是关键 开门的左前方就是财位 放到农历的元宵节 这段时间您都可以拿来饮用 瓶身套上鼠年新衣 连瓶盖也要红通通 元大浅水也是先住过金库九天 但要喝可别一次喝光 拿来教家中的发财数 还能有1加1的效果 共准备了超过8万份的 发财金跟发财水 希望能够在金属年的开始 把我们的客户能够创造 一整年好的好运跟财运 银行一秒几百万上下 钱财来来往往象征聚财 上海银行也连发 88888份的开运小物 就要让财运滚滚来 新年快乐 农历年的大银行 还有小红包可以领 往上看就是一个小元宝 再看到下面竟然是一整颗凤梨 这是要象征好运往往来 借财催财开运红包 怎么用也有配包 红包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放在聚报盆里头 或是抽屉钱包 都能补财库找好运 好像有的人也很喜欢到银行来喝水 因为认为银行里的水 应该就像带财的感觉 发财金也是可以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能够财运广进 传统习俗有拿有包笔 银行业也趁机拉拢客户 就要抢在金属年 搏个好彩头 东森财经新闻 洪培育杨昭台北采访报导 选日本但回国求职路并不顺利 当初在聘论我的时候 就是有砍了我两次薪水 最后给我聘书上面的薪水 就是落差是有到五千块 原来想跳槽倒火线 分别是不满意薪水 没升迁机会 福利不好都是关键 想任职运动用品店四年的Paul 月薪28K月修仅六天 让他想离职 大环境的关系 月薪还是奖金部分 对都有一些缩减 热门的求职行业 则是以科技餐旅制造业 甚至考虑到外商公司上班 希望月薪能比现在领的 平均高出四千三百九十一元 东森财经新闻 赞云区卢博聪台北报道 过完年之后 许多人都想要加薪 而加薪的另外一个方法 是更多人想要跳槽了 来看看这个数据 真的蛮惊人的 从2016年开始 一直到今年最新的2020年 从2016年的七成 那么到现在 去年的是八成五 过年后都想跳槽 到今年年初最新统计 是有九成的民众 过完年之后都想要跳槽了 而且这九成的民众 这样算下来的话 大概是全台湾有 838万的年轻人 都想要换工作 当然换工作都想要是加薪水 而且这个数字 创下了11年来的新高 那么换工作的过程当中 800多万人 其中有736万人 是希望离开台湾的 考虑去当海漂族 他们希望第一名是到日本去 因为距离台湾比较近 那么第二名到美国去工作 第三名是到东协 像是柬埔寨 泰国等等 还有第四名是到纽澳 第五名是到香港 或者是澳门工作 希望出国工作 能够拿到一些海外加济等等 期盼能够加薪 2.12倍 那么另外 当然换工作有原因 统计下来之后 他们发现 第一名是真的薪水太低了 占了四成 那么第二名是说 他们的公司未来没有发展 还有担心是 这个行业前景可能不太看好 还有比较热门的三大行业 其中第一名是科技资讯业了 当然也是受到了 这个中美贸易的影响 所以很多的这个科技转单的效应 现在很多人也想投入科技产业 另外还有包括了观光 餐饮旅游 以及最后这个批发零售贸易 我们就来看看了 为什么今年的过年后转职人潮 创下十一年来新高 风景号薪资高 台湾低行问题 也让年轻人想出走海外 薪资调补不高 年大概调补一千块 所有的薪资 不到我总体 整体薪资的百分之三 开心秀出 中欧斯洛伐克工作照片 谈言海外扣税高 竟拿薪资约三点五万 会选择出国 也是职场福利号 年价二十天起跳 并价六十天内可领全新 还可以申请在家上班 像旅人这样想当海漂族 也创新高 调查发现高达九成二上班族 约八百三十八万人 农历年后想换工作 其中七百三十六万人 考虑出国 前三名就是日本美国跟东协 是期望在海外工作 开始台湾工作的薪资 大概是两倍左右的一个情况 只是拥有海外留学经验 也不见得吃香 尽管曾留学 还有财经界呢 台中有一名厂商 他出面指控 说有一个知名的 大卖厂董事长 爆发了欠债危机 他口中说的 这个大卖厂董事长 说的就是他 大买家的董作 叫做张艺昌 其实啊 他怎么会从一个非常知名 尤其是台中 中部十大知名建商啊 结果沦落为欠债上亿元呢 当时风光的时候 他曾经开发在台中 这边的精明艺街商圈 还有包括许许多多的建设公司 等等 以及营造企业 其中还有一个 中部很有名的卖厂 叫做大买家 但是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当年是2014年左右呢 他说他要打造一个 中软园区的开发案件 当作他人生最后一场的代表作 但是呢 其中这个2014年呢 9月份呢 当时就已经开始用40元飙下来了 打算要去开发 然后要做成剧场啊 做成展览馆啊 等等的 而且预计 当时预估一年可以创造 150亿的产值啊 2016年年底的结果呢 营运就破局了 到了现在厂商开始出面指控了 说这个大买家的董作 尤其是包商张沙明 他直接站出来指控 他说啊跟大买家之间的合作呢 已经通过了两次的验收 通通都没有问题哦 双方都已经签收了 结果后来他剩下了 200多万元的这个余款啊 包商要去跟这个董作要钱 结果这个时候呢 大买家的董作突然间翻口 竟然说啊 工程里头有瑕疵 但是你之前不是都已经验收过了吗 结果这样一查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不只是这个包商张沙明而已 底下有超过十多家的厂商呢 这个大买家董作通通都欠钱 加一加减一减 总共欠上一亿四千万元 我们就看看这个董作发生什么事了 张先生指着自己设计 并且已经盖好的电动玻璃帷幕 已经完工四年 竟然还有工程款两百零九万 迟迟没有收到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 完成他的这个生命大作 我想最近他身体不太好 应该只我们做不会倒我的账才对啊 哪有想到 四年前台中知名大卖场的董事长 标下经济部中部软体园区 砸了四十亿开发商办大楼 结果屋顶工程跟张先生 签好九百多万的工程款 要盖一个可以滑动的屋顶 但完工之后到现在还拖欠尾款 而且欠的还不值一家 三年前就已经有厂商出名控诉 他们就开始以施工的品质 然后还有说数量 数量上的差异 没有理由白纸黑纸 一句话就这样抹灭掉了 当时负责外墙涂料工程的厂商 也是150万追加款完全没拿到 就算找上游营造商也没辙 我亲自打电话到他们公司 因为底下人跟我报告说 总经理董事长 我找他们工地 只是他们说多资料送上去了 那上面钱不不下了 他们没办法 找到你们的公关吗 我们待会公司特爱做风鸣 谢谢你哦 大概几点 实际之店卖场结果被草草挂掉电话 但可以发现这处软体园区完工之后 内部几乎成了蚊子馆 只剩下外面的广场 偶尔会举办活动 当初豪杂40亿风光开幕 疑似回收不如预期 留下了一堆欠款厂商 董作在没出面处理 未来恐怕也会影响卖场营运 东旋 吴俊祥 陈太佑在台中报道 接着再来看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 一直不愿意放弃发展核武 背后的原因竟然是跟川普有关系 就在1月8号的时候 当天是金正恩的生日 川普去祝金正恩生日快乐 但是金正恩完全已读不回 他完全没有理会川普 没有给任何的回应 结果派出的是北韩的外务省顾问 叫做金桂冠 他说我们不会感谢你 不会再上川普的当 也不会再有川金会 除非川普答应北韩的要求 什么要求呢 北韩要求必须要全面解除 对北韩的经济制裁 比方说第一点 民生物资 卫生纸 你原本美国都不让进入北韩 你必须要解除 还有石油禁止卖给北韩 你也必须要解除 只有这两项解除了 经济制裁解除了 北韩才有可能去跟川普 进行任何的谈话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呢 因为金正恩发现 北韩的这个 等于说川普的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不良记录 他就看到了2015年的时候呢 伊朗跟美国等七个国家 他们去签署了一个核子协议 2018年川普一个人片面去撕毁了核协议 这完全不讲信用 到了今年2020年 川普就用谈判的名义 欺骗伊朗出面嘛 结果不是就在机场嘛 结果就暗杀了这个军事领袖 所以一等一等的行为 让金正恩觉得呢 这个川普好像不能够信任 所以他不愿意放弃发展 他的核武发展